提升一下效率 来看看说 到底 我们在Windows里面 要哪些 可能不太够的 我们来补充一下 首先我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刚刚讲 不过我发现这个软件我刚没有放在里面 那我可能我会再补给那个亚 如果说你们有需要的话或者你用关键字一个去找 这个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说 Windows 7有一个功能就是拖到旁边 就变几半 或者放到最大 快速键是什么 Windows加方向键 对不对 可是他就是没有三分之一的 三分之二的 因为事实上真正在宽萤幕的时候 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真的比较好用 所以这个就有 像 我平常就会把我常用的软体 或者我常用的资料夹 常用的档案 我就整理在这边 虽然这里不是媒体会 媒体会我也会用 但是媒体会他有个缺点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媒体会只能指定资料夹 他不能指定档案 也不能指定应用程序 所以你就 没办法 对不对 有些我就是我要执行那个档案 你不用打开 我要直接执行就好了 这时候我就会有用其他软体来做辅助 所以你看我常用的软体我在这边的话我点一下 马上就全部都跑出来了 对不对 都可以找到 那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这个 这个 你看我把它执行一下 找不到 确认一下 现在执行好了 执行好了 他会有一个图示在这边 那一样我把它放到下面来好了 这样你再用的话会比较容易用 好 这个地方我们当然跟哥讲 显示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如果说 比如说我在 编辑这个word 那我可能右手边我要做一些东西 你看我点他一下 糟糕 这样你们看不到 好吧 事实上他就是会有一个类似像九宫格 我现在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那你就可以自己决定要靠到左边右边 然后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这个 因为我都是在我桌上平台上用比较多 比较少会用notebook去用这个 那没关系这个我待会再找 确认一下到底是 哪个地方出问题 那我们先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 这一个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今天 那个同学也说 奇怪 我们平常 如果你用notebook上的话 您要接到这个投影机的话 您都怎么做 这会有这种线 RGB的线 但是我上一接之后 你们不觉得 你们在看那个萤幕有点怪怪的吗 是在我接到notebook之后 我的萤幕会跳掉 跳掉是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个很讨厌 你桌面图示会跑掉 你看我的桌面图示 原本都跑掉了 你们也不知道我原本摆什么样子吗 我原本不是这样摆的 诶 讲到那你们桌面有满过吗 啊 桌面啊会满出来的那一种啊 以前我的桌面也会满出来啊 现在比较少了 这是我旧的桌面 我旧桌面这是 旧的那个 SP的电脑把转到虚拟的 电脑听起来的这个声音 以前的桌面就很 很乱 是属于满出来的那一种 那 现在呢 事实上各位老师其实要留意一下 事实上如果你在 假设啦 我们广播有资源的话 你在买这个线你可以买 别的 因为这个线本身有资源高解析度的 我们一般用这种最阳村的 都是1027768 所以你会发现说 广播出来这里 不行然后你的电脑萤幕解析度会跑掉 那如果用 用 比较高解析度的 那他本身就会 就是说 你的 就算 双端机不支援 你的电脑萤幕也不会就是 变 也不会变掉这样子 好那这样你就 没有那个 桌面图式乱掉的情形 但是如果万一比如说我们现在设备就是这个心情怎么办 等到我回去的时候 或者等下我把这个 拔掉之后事实上我就可以复原回来 我不用重新再一个一个慢慢拉 你看我旧的桌面事实上也满满的 超过一半的 但有时候在找东西就不方便了对不对 所以呢 您看 我们在这边 事实上这里有个小软体 叫Desktop OK 这个 这个也是不用安装的 那因为 你如果会遇到 有时候解析度好掉的问题的时候 我会把他装起来 那装起来之后呢 他在这边 像我这里 我刚刚就把他储存起来 你看我有设定自动储存 因为有时候如果小朋友有用的时候 小朋友用的人会随便让拉对不对 或者你的电脑戒别人用 有时候别人不小心把你弄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没关系啊 反正我都有自动储存 我就设定他比如说一个小时就把桌面的那个除四位置就存一次 或几个小时 那我就不用担心我今天如果想要恢复就多多了尿就复原 就很简单 好所以您看一下这个工具在哪里 在这边 再给老师您的那个 相关的 提升工作效率篇的 应该是在这里 这个不用安装 但他有分六四位置跟unicode版本 你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那应该这个 因为我已经把你设定好都是中文了 除非你这个档案删掉了 设定档删掉 不然的话应该都是中文 所以你点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 一般正常来讲我都会希望就是 随着Windows启动 因为这样的话 自动储存才比较有意义 对不对 你每次还要人工去点那就累了 好所以我会把它 设好然后呢 让他在储存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 自动储存 有没有 你可以设定 开机关机还是多久之后 我可以保留16个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复原就多多两下就好 要我的桌面的图室就终终回复到正常 好所以这个是 有时候老师上课的时候有机会 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景 尤其你有广播的时候 接到那投影片 就有可能会遇到 这是第1个 那么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老师在 这边 这个我先介绍这个好了 剪贴布 请问大家平常都怎么样剪贴布 好像在问废话一样对不对 就copy贴上啊 但是重点来 请问您有什么资料 会用剪贴布 做复制贴帐 文字 图片 档案对不对 但是 Windows的剪贴布 请问好用还是不好用 因为没用过别的 也不知道 哈哈哈 就跟用IE一样 打从出生开始就都用IE 没用过别的 所以无从比较起 那 Windows 到Office里面 他有个好处 剪贴布 不是支援多个吗 可是除了Office 是不是就没有了 就只支援一个 所以他永远都直接最后一个 这样就很讨厌 所以我们在这边你看 其实我刚刚有call了不少东西 我如果随时要出来 有没有发现我刚做的都在 其实我call的是图片你看 好我来这边 这个档案 网站他可以列印的 你看可以拍照 假设我把这个画面 如果你没有软体我可以把它拍下来 现在为什么都不知道用 好我就按右键就好了 我直接复制可以吗 好 现在你看一下 有没有 对不对如果复制的是档案 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复制这个 这个 拷贝一下 我从上面这里也可以拷贝 你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叫做copy file 对不对 所以今天如果发现刚刚那张图片我还要 可以吗 可以的 所以你的那些关键字 我现在突然要这个字 Poto 好现在你看如果想要在这里 把那个字打进来 贴上 在这里 有没有进来 我的 我的剪贴簿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不然有些时候我们常会call一下 尤其是像 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打成绩啊或者是 或者是有时候在 收集资料之后常要复制贴上复制贴上 是不是很多 对不对 做报告啊 也常会啊 可是突然那个网页关掉了 还是说那个资料已经关掉 档案已经关掉了 你要再重复使用的时候 你就要再重新回去找 所以 剪贴簿 可以 像这样用 那重点是 重新开机之后才会在 因为我们剪贴簿是重新开机就没了 那这个呢他会留下 所以他有个好处 因为 我常常会有 这样的需求就是说 我今天要再用的时候 我就比较方便 我可以重复使用 你要存多久 至少由你自己决定 应该说存多少个由你自己决定 预设只是50个 预设只是50个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让他怎么样 你按右键 这是中文的 有没有 很重要的 你在选项这边 你一定要让他怎么样 开机的时候就启用 对不对 这样才会自动把你抓 不然等到你想到的时候 前面都没有抓到 所以这个 还蛮好 蛮不错的 就是 他预设 预设只是50个 我是把他改成30个 那么 他会把你的内容 存在一个 资料户里面 那么这些呢 都是 不用安装的 所以 您可以带着走 当然原则上这个 不太会带着走 就是会放在你的电脑里面 所以你点开之后 有分 32位跟64位 看你要用哪个版本 都没关系 那你点进去之后 你看 就只有一个执行档 就在这 就在这边 所以你有需要 就是执行完了 在这边就会做这个图示 那你随时都可以把他 弄过来 把他点两下就可以 那有些时候 可能你会有一个情形 什么情形 我跟你说明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是 看网页的 我如果是这样 请问 您贴到那个 Word也好啊 或贴到 那个 档案里面的时候 有可能 你并不需要什么 并不需要那个 HTML格式 对不对 你看我这样贴进来 有没有那个 HTML格式会在 OBIS还不错 还有变成文字 但是有些地方没有 这时候怎么办 您可以考虑 这样子 当你在贴的时候 不要直接 直接按右键 有没有一个叫做贴上纯文字 因为有些软体他并没有像OBIS那样子 有那个选项 所以您就比较不方便 有没有贴掉就已经指了文字 他已经帮你把那个HTML那些格式啦 CSS样式都去掉了 就变得更单纯 好所以像这样 你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就会比较好用一点 这个是 给各位稍微参考 当然某些 某些字如果您 比较常用的 你也可以把它强制就留在上面 就是固定的 好像有点那个固定的智慧这样的 我就常常这个字旁边都懂 像那个在法院 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去过法院 一点都不想去嘛 我就有一次去啊 不过是作证啦 那那个 法院他们 书记官 他们要一种输入法 叫做追因输入法 追因输入法呢 他就会把很多那些 法院里面常常用法律的名词 他变成一个就是快速件 他们就是要背那些东西 那就点下去 点下去 这样才会快 这样才会快 那这个就有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当然他也可以类似做群组 所以其实还蛮好的 不过呢 当然各位你再用这个地方 就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强调 他是重新开机才会在 所以如果 你有比较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 对呀 密码也会在 假设你喜欢用这样 抠来抠去的 密码也会在上面 所以说你某一项比较重要的 当然你就可以考虑 我们这边把它散掉 让你散开了解 因为毕竟 这样子 方便之外 还是有时候你要顾虑一下那个安全性 比较不会有问题 这样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 这个 这边 我先把这个先关掉 好我里面先关机一下 这样有没有很奇怪 看老师关机 好 我旧的电脑就是有这个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假设这个 对不对 你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 那我拿到这边 我们来试着贴看看 把它贴进来的 有 还在 对不对 这是里面的字 只是字形比较特别 对不对 所以我从pdf 可以call过来 自然还是windows 那如果老师有可能 这边那个档案比较特殊 可能就要再来试试看看 你看一般的那个如果他pdf没有做任何保护的话 文字应该是都这样 复制过来复制过去应该是还OK 怕的是他有保护 他有的是不让你 按右键 好我觉得是文字不能call 因为pdf可以设定 好像我就有遇过那个有些人要破解那个什么 高点啊 补习班那种 补教老师 他们都会做保护 因为 只做密码没有用 对不对 他还会比如说不能列印 不能拷贝 之类的 好 所以这边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觉得 对 我们 成功 我们 得